利用S scanner 里面有个Nestline 就是一整行把它读进来 读到什么呢?读到String的这个变数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我输入这一串 他会自动帮我把它读进来并且丢到这个String 这个字串里面 好,那再来的话关键字也是一样 接下来请输入什么要搜寻的字 这个字源或者字串 那一样也是利用那个 Nestline这个方法 取得什么呢? Ry,所以我输入Ry之后的话 那这个Ry呢会丢到哪里呢?会丢到这个 String1里面去 所以基本上我这边宣告了两个字 字串的变数,一个是str,这个指的是上面的 这个字串 那下面这个str1呢,指的是 要被收,就是关键字的意思 所以str1 就是我们要找的 那接下来的话 第二个部分,第一个是怎么样读进来 那我们把它用 这个scanner的这个物件 这个s的物件把它读进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是说呢 我们要知道说这个Ry在 这个字串里面总共出现过几次 OK,那如果说呢,我们要全部读取的话 可以用dofile的回圈 dofile前面有用过 那条件跳离的回圈 do的话是先 先查 查完之后呢 确定没有就跳离 那如果查到的话 基本上如果 我今天查到 继续 继续找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index 他要回传什么 回传 负1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呢这个条件如果不是负1的话 他就继续查 但是如果今天没有 找不到资料的话 他就变成负1了 所以这边的话有个度回圈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去 在这个 STR 就是说这个字串里面要找 字的话 其实 注意一下 就说 会有个方法 方法名称叫index of 好,特别说index of 还蛮好用的 如果说你要做全文检索 关键字检索的话 都会用index of 然后呢,我们要放两个资讯 一个是 信1 关键字 第2个是什么 他的位置 那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预设会从 第1个字开始 第1个字就0 所以be 这个是我们宣告的变数 不过这个be的变数就说 当我第1次我从0开始 可是我找到之后的话 我再把什么呢 找到位置再加上什么 那个关键字的长度 再加1 往后面 往后面继续找 也就是我找到之后的话 我还可以继续找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那另外各位如果说 将来要了解index of 方法 其实游标放上去就可以知道 你会想说老师那你怎么知道 要传 两个参数 其实在这个方法里面都有说明 这个方法名称叫 它是一个string 类别里面的一个index of 方法 然后呢 他要传的第1个是一个字串 第2个就是说呢 你的formate index 就是你的index 就是所影的位置的意思 所影值的位置 那其实 如果各位将来 我不知道 因为你们java底子不是很 如果之前好像都没学过 如果你要了解更多的话 的话 这就是